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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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第八集的英明天下 在我身边的都是我们英明神武的风水大师 王英师傅 师傅好 多谢 是的, 師傅, 我們陸陸續續收到很多觀眾的來訊 是 特別看完這個2023年的這個大視預測 大家都覺得有點分不著 為什麼?就是中了爛梳分不著 怕啊, 怕啊 有什麼很怕? 沒什麼很怕的 黃英在大廳不用怕 這樣呢, 他們都想要加療 所以信眾要求, 師傅, 加療 好 是的, 我們想知道有什麼方位 或者是一些方法可以幫到更多的朋友 不單單是想賺錢 或者是想要這個人緣運的 特別是一些讀書的朋友仔 還有那些家裡有老人家 我們也要照顧到他們 甚至乎考入籍都考不到的 七時、十時都沒得吃的那些 入籍的那些就是老人家很多時候想入籍的 那需要你教 入不了的, 那就教你的方位 是的 就行了, 加料就給你們 可以催谷一下這個運氣 是的 如果在新的一年的佈局 有幾個情況 剛才就問了很多的問題 首先想新的一年 你特別去有運行的話 就記住我說 千萬不要坐在東邊 以及西北邊 這兩個方向 如果你坐在東邊, 還要面向東邊 你肯定是打敗仗 兼還會有病 有機會 原來明年 有一個叫二黑的衰星 是病星 而太歲又在那裡的話 你就坐在太歲的位置 都有我們經常說 太歲當頭坐 毛喜恐又禍 如果你是大肚婆 坐在那裡的話 可能有機會都是小產 所以睡覺又不可以坐 又不可以在東邊 如果你面向東邊 你更加會輸得很厲害 因為我把歷史 拿破崙希特拉 當年為何打敗仗呢 就是面向太歲 不是東邊 不一定是東邊 向太歲的方向衝過去 就輸了 所以我們2023年的太歲 就是東邊了 所以你不要衝過去 所以說這個東邊 是一個比較敏感的位置 如果大家在那裡 就想一想 對,想一想 西北又關什麼事呢 西北原來是代表牽掛 牽掛代表頭 剛好明年那個大空星 就飛到那裡 如果你經常坐在西北的位置 如果你這個位置長期坐 你這個人是胡思亂想 比較想一邊 又或者時運是很低的 想到一些不應該想的東西出來 當然是不方好東西 所以我們有兩個方向 是盡量不要坐 不要向的 就是東和西北 好 這是風水的其中一個補谷 是 那師傅 我們也想問一下 我們有一個政財委 政財委今年又在哪裡呢 政財委你問得很對 政財委原來是正南委 在正南邊 正南邊現在是下源八運 政財委就不適合有水的東西 如果你想佈一個風水的格局 又不用浪費錢 又省錢又找到食物的話 如果你的門口開南門的話 又開到南窗的話 即是沒有南門有南窗也好 在那裡放什麼東西在那裡 就不是放黃英師傅在那裡 是放一些會動動的東西就可以了 省錢, 不用花很多錢的 去買一些太陽能的那些 骯髒的那些公仔 那些財產物進去 那些人喜歡放在車那裡 是, 有太陽射進去 它是動動的東西 千萬不要放 招財貓那些有動物的 有營蔥的那些就不要放了 舉個例子 如果你的南邊 我想放招財貓在那裡 家裡那個是屬猴子的 它沒有得益的 因為貓科雷和猴子是有營蔥的 蛇也是, 又沒有益的 龍也沒有益的 所以就變成家裡 如果只有你一個是屬馬的 或者你是屬其他生肖的 就有利 那它屬龍、屬鼠、屬蛇 這些如果你放在猴子四個生肖的話 那就影響到不但財運不利 而且錢是賭財出街 所以我們一切生肖在乎動 就在南邊放到很動動的東西 就是太陽能的東西 又或者你可以放一個深央機 或者一些鋼琴在那裡彈 那些小孩子越彈得多 童子運錢就運到來 就更加正了 所以曾經有一年 我教過一些客人 剛剛那個位置 是適宜放鋼琴在那裡 那年那個人真的賺很多錢 那不知道又這麼巧 這麼幸運 又真的風水幫到他 那我也希望你就這麼巧 我希望你就這樣 所以利用這個正財位 就是南邊擺到動動的東西 或者響亮的東西 或者動動的東西響亮都可以 而且特別注意 是不要擺一些和動物有關的公仔 當然是引命的 那你做個財神爺就可以了 奉之不會輸了 奉之不會差了 是吧? 做個財神爺,撥一下撥一下 什麼東西都來 是吧?那就最好了 在南邊就引發那個正財出來 那這個你不會錯的 南邊,正財 那師傅,桃花位今年又在哪裡呢? 桃花位這件事 在今年來說 可以利用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西南,一個是北邊 這兩個都可以利用到的 那這兩個這麼巧 北邊可以落到有水 西南又可以落到有水 因為原來我們風水學來說 就是一切生究在乎同之外 還有以衰為旺 以衰為旺 是的,這個衰為的意思 其實是水位的意思而已 那它有些巧妙的東西 讓你學不到東西 你知道嗎?我們在風水學來說 看地圖 不同我們正常看地圖的 我們看地圖就是 北邊在上面 南邊在下面 調轉了 反方向就調轉了 那就是南邊在上面 如果在風水學來說 下面就是北邊 調轉了 這樣的 所以你們要明白一件事 所以在北邊就是剛剛是陷掛 八掛裡面的陷掛是屬水的 所以可以放到流水盆 西面又可以放到流水盆 或者水種植物都可以 但是如果熟虎熟狗的 就不要放粥了 對了,那師傅說完桃花位 那這個應該是老人家 身體比較差一點的 會關注的 就是這個病符位 那這個今年又會在哪個位置呢? 剛才已經說了 在東邊第一個是病符位 就不可以睡在東邊 不要向東邊 還有在西北也不要睡 那這個就是兩個位置不睡 還有一個位置不可以睡 那就是哪裡呢? 就是那個東南 或者是一個位置 還有四個位應該是 就是在西邊 西邊有一個叫膠劍殺在這裡 是容易有手術做的 除了2023年不睡 還有2024年兩年都不能睡 在西邊 那所以你家屋如果是小的話 你會在西北西 健康也會有些問題在這裡 那所以老人家 最好不要睡到東 還有西 西北 這三個方位 而2024就不要睡到東南 那今年東南都可以睡 但是東南是一個官非星 那這個位置呢? 老人家有什麼官非呢? 都有的 那你入籍 那你是不是要見官呢? 要不就官非呢? 就是總之跟領導打交道的 跟官員打交道的 這麼聞就就的領導 其實呢 是不一定是領導的 是跟一些官員有關係的 就是警察局 政府官員 那這些都叫做犯官非的 或者是法庭的東西 或者你做那個 入籍之後 你做那個陪審團 陪審團 那都是官非來的 好 多謝黃英師傅 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們下一節會有更加精彩內容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英明天下 師傅 我們剛剛講了這個正財位 桃花位 還有病符位 那我要看一些讀書的朋友問一下 那今年如果想成績好的話 那他們要坐哪裏呢? 不只要成績好的 比如有些老人家 考入籍試考極都考不到 又或者是想升學 想高分一些 又或者你的面試考到 尤其是香港很多考中年人的好聲音 又想考到 舉例 那你又多些 站在屋的中心點 房的中心點 或者你坐在那裏辦公室 就坐在中心點 因為今年的文昌聲 就飛到那個中心點那裏 我們俗稱叫做中宮 中宮就物物一太極 每間房都有個中宮在那裏 連廁所都有個中宮在那裏 所以很多時候 在今年的2023年 太太覺得那個先生進了廁所 搞什麼 難道BYYY 必有妖孽 是不是? 就去找他 不以為 做什麼?原來那個先生不買 在裏面看手機而已 可能正在工作 是,因為那個廁所很有趣 一個洗手盆 旁邊就是一個浴缸 那它就是中心點 是不是? 剛剛看的那本就是中心點 那這個情況下 就是原來文昌 令到今年的人 喜歡在中間的人 特別思想敏捷 聰明伶俐 不是狗仔 聰明伶俐 是一個思考能力敏捷了 是特別好些的 所以如果你的房間 如果你放了一張桌子 接近中心點 你都會有利的 但是記住 不要向東邊 不要向東邊 坐在這裡 不要向東邊 你向東邊 就是你坐在西邊 坐殺 向太歲 輸了 最好在南北坐 那你就好處了 所以換句話說 讀書想聰明伶俐 考高分的朋友 一定要找到個中心點去坐 還要是南北向的 那你新的一年 不多不少都會幫助你很大 就算你學習成績 遲鈍或者難吸收 突然叫聲 好像醒了 可能會有些靈感 不止靈感 還有靈氣 靈氣 試一下吧 是的 那師傅 除了這個文昌位之外 有沒有一個位 可以令你做什麼都比較順利 很開心心 如果你做一個位 又令人多疼你 又尊重你 又令你非常之有人際間的關係 有兩個方位 一個就是南邊 一個就是北邊 那如果能夠你坐到這個南北 因為在今年2023年 大力南北 坐南向北 坐北向南 不用你不理你坐哪裡都好 你的靈氣 或者你的朋友圓 或者你的財運 都是看高一線的 所以我覺得 各位電視機前的粉絲們 你們不妨考慮一下 我黃英給你的意見 這個是新的一年 你會感覺上 你的智商 EQ IQ 全部都提升了 這個是最好的 所以換句話說 就是南北向 記住 永遠南北向 是最好處的 那師傅呢 你剛剛說的是坐位 那會不會好像我們之前 上一節說到要放些什麼 流動的東西 又或者是一些 一樣 南邊就一定是放動動的東西 不放水 北邊就可以放流水盆 魚缸 或者放個氣泵 在那裡泵泵泵水 都可以的 即是如果坐不到 那就要放一些道具 對 可以加持一下你 是 可以說道具 其實那個叫增益 或者增加效果 增加效果 甚至乎你不… 南邊你不想放動的 我也告訴你 可以放個電視機 來用電子發光的東西 或者是我們說的 radio收音機 在那裡播上的音樂 那些聲頻打出來 令到你接收了的人 會舒服很多 或者是令到你舒服很多的感覺 你再吸收到的人 會自然的磁場是提升的 那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就是 不一定要買很多工具 你家裡有的東西 你就搬過去 放下去 比如你家裡有個空氣清新機 那你就抬個空氣清新機 放到南邊 已經增強了 那就是潛移默化 將這個家裡的風水 就已經是修改了 那你就變成了人員運 財運 喜神 都可以進來的 有一個位置很有趣的 就是你想去旅行 這麼多年 你都沒有辦法出門口 因為有病毒 你想去到你的理想的地方 有個位置可以吹谷 你可以去到的 或者移民 有些人想移民移不到 如果是2023年 你可以移民來的 比如舉例 你在中國想移民來美國 你就買一隻銅馬 因為銅馬 不要四隻腳踏在地上 起碼不要兩隻腳遞起 兩隻腳遞起 兩隻腳遞起做什麼 那隻馬 怕 那隻馬就怕 那隻馬怎麼跑呢 這樣就不行 受到驚嚇 那你就要買到一隻馬 遞起一隻腳 還要起步走的意思 左右腳我就不管你了 總之就是 左腳好右腳好 通常都是左右左 不要妨礙八姨婆唱歌 就是這樣唱的 那你就起左腳一隻馬 這樣就可以了 那向哪裡呢 碼頭 向著美國這個方向 向著美國的方向 在地圖你看到 向什麼的 那你就自己搞了 那老人家你不知道 問一下年輕人 他拿個電話 這個可能拿個電話 美國是我們西方的國家 那你看哪個國家 你叫他 令到正一正 找羅盤也好 銀針也好 放在哪裡呢 這個很重要 要放在西南方 對 想這個疑問的觀眾朋友 對 西南方 一隻看到一隻腳的馬 那如果想快 原來都可以 要快馬加鞭 那你每天都要抽那隻馬 那隻馬 通常有幾種質地 有陶瓷 有銅 有金屬 那你可以做的 但是塑膠 毛公仔 紙張 是全部不行的 你不要拿那些來搞 那些子老虎 那些就不要搞了 要有銅 玉石 鐵 鋼 鋼 那些都可以 即是有些厚重的 不要塑膠 因為風水幾千年 流傳到今時今日 沒有塑膠這兩樣東西 所以很多人買些塑膠 放進去以為行 找一條龍 以為自己很生猛 其實塑膠 是不行的 一定是金銀和鐵石 金銀和鐵石 是天然的東西 那你說石油當然是天然 錯 石油呢 那個塑膠是石油化工變為塑膠 是變化了的 所以不同的 記得不要放錯 不然為什麼不合理 一定在西南變 那你移民就成功了 如果移民成功來到美國 可以召喚黃英師傅 讓我高興一下 替你高興一下 是的 還有就不要貪得意 去買一個毛毛公仔的馬鹿 是不行的 毛毛公仔 所以發揮不同的效果 這個移民的朋友 等到頸都長了 經常去到動物園都不用看了 看自己的頸就知道了 看到斑馬在那裡 長頸鹿 長頸鹿 對不起,長頸鹿 斑馬 好,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們下一節會有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回到第三節的英明天下 師傅,我們剛剛說了這麼多好位 有些不好的位置需要去化解嗎 不好的位置 剛才說了有病星 還有一些禍害星 衰的星 有兩個 這兩個的衰星 一個就是在東邊 太小那裡 一個就是禍害星 就是在西北 這兩個位置的化解方法 如果你有門窗的話 有門有窗的話 這樣就有分別 如果你東窗、東門 就掛上銅鈴一個 就不要放紅紫橙三個顏色 就可以了 紅紫橙三個顏色的 任何物件都不可以 也是,動動的東西都不可以 就是東邊和西北邊 都不要放這些東西了 不要放動動的東西 那輝春都不可以貼了 不可以貼了 貼了就失去了 你看我貼一會 可能一會就失去了 東邊和西北都不要放紅紫橙 不要放動動的東西就可以了 那怎樣化解呢 東邊就是銅鈴 掛一個在一個門那裡 那就開門三門叮叮噹噹 就把它打散就可以了 而在那個西北 就掛銅鈴要六個的 六個 有沒有說要很大 沒有 那些好像人家那些塔那些 那些就不行了 嚇死人嗎 小小的時候就行了 小小的銅鈴 你掛在那裡六個 然後呢 就可以化解了那個 我們說的廉精砂 謀幾滔天大砂 又叫五黃砂 名字是零射多八卦的 那些名字 那總之在西北 你掛六個就足夠了 但一定要掛到 是不能放在那裡 對 掛到門抽就可以了 不用打釘的 就這樣掛下去就可以了 那掛的時間 最好就不要用紅紫橙的顏色 就繩了 如果有你就剪了它 自己用魚絲線也好 或者是白線也好 或者是黑線也好 不管你什麼鬼的線 總之你要綁著它 一抽就可以 總之是六個鈴 那就化解了 那剛才你問到有些是 官非 官非是非那些 那就除了東邊和西北 不要有動動 不要這樣 就不要打釘 不要打釘 不要打釘 那你還要不要放紅色地毯 當然那些不要搞 那官非是非就剛剛有些相反 原來官非是在今年2023年 就是東南邊 就是官非星來到 你要多放一些紅色 那它的數量是有分的 那你就放二 就是兩張揮春 或者兩件紅色物件 或者是七件 或者是九件 或者是九張揮春 但是你貼揮春就不要黏在一起了 黏在變成一張過了 要分開一條縫 那才叫做九張 如果九張黏在一起 就當成一大張而已 就是九張打橫放這樣 對 如果你說我沒有那些東西了 師傅, 我不會放揮春的了 行了, 你就放一支座地燈 在那個位置那裡 有沒有說要紅色的座地燈? 沒有那麼恐怖吧 不用, 電燈可以了 晚上你開了它 日後你光紅色就不用開了 通常根據我們術數來說 那支燈要求有兩個燈膽 省電膽就行 總之光線有兩個膽 有些人就像你說的 噴紅它, 最好 但是好像神燈在那裡 拜神台的神燈 就很噁心的 就不需要了 總之伸出來有兩個燈膽 一起著了 那些LED膽就可以了 不用著了 有時你上班會熱到火燭 所以現在最好有LED膽 你就最好有兩個燈頭 你可以日夜開著 沒有所謂, 省電膽 這就化了官非聲 如果我不想擺燈膽 就連輝春 就剛才說了 2、7、9、3個數 隨便你搞 2、7、9、2而已 在屋內連了財神 在大門上 上面連了一張 出入平安 就兩張 就兩張搞定了 那你說 我不想擺輝春這麼軸 那你可以在門口外面一張 紅色地毯, 裡面有紅色地毯也可以 那這個簡單 那就沒有人知道你那麼什麼 那你就形式化變 在我們玄學風水學裡面 雖然幾千年流傳到今時今日 不是死古古的 我就是那種人 我不會死古古的 我會變質通的 我會把它改良, 改變 不要跟著 師傅教的那一套 就那一套 不會變的 死牛一變頸 不會變化 那你就不會追上時代 不會超越時代的景限 所以我會把它改良之後 就會第一好看 感覺舒服 擺兩張紅色地毯有什麼神化 沒有 沒問題 人人都不知道你做什麼 擺一張地毯挺好看 大紅地毯迎接貴客進來 低低調調地改變了家居的風水 還會對家裡的大女兒或者媽媽 特別有利 女士 沒錯 那師傅 我們前四集 我們講到這個生肖 你也提了有五個凡太歲的生肖 那他們有沒有什麼化解的方法呢 五個生肖就是有兔子、雞、老鼠、馬、龍 這五個生肖在2023年都是凡太歲的 各有各的不同 至於他們凡太歲有什麼特別去運程 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就要跟著我們的天下為視 去看十二生肖的運程 說到你會知道每一個生肖都不同的運程 到時都有化解的東西在 你們之前都看了兔子各方面 到時要看 但是我都要教你們 通常一般犯太歲不用怕的 最重要是記住我說 在二月四日後 立春後有些是二月五日 但是在二月四日後 任何一天 你去洗牙就可以了 洗牙或者捐血 或者驗身抽血 你都會認了血缸之災 就什麼事都不用怕了 當然都有化解方法 每一種生肖都有特別的化解方法 現在熟兔的朋友 最好找一個化解方法 就帶回一顆黃龍玉的老虎 黃玉的老虎 好像很兇 為什麼呢 因為兔子是屬木星 這是木 第一是筷子 獨腳烏鴉 就難找到吃 所以他找了一隻老虎 老虎是大木屬木的 一對筷子 即是兩隻筷子夾著食物 會夾到 去街會夾波子也比別人 一隻筷子夾不到 所以換句話說 帶一隻老虎 老虎又是你的貴人 換句話說 你就好了 羊也可以 不過羊有三合六合的作用 我覺得老虎是對你特別有利 所以帶一隻黃龍玉老虎 還要拜太歲 你就什麼都不用怕了 那熟雞的朋友呢 熟雞的朋友就很簡單 帶一顆黃龍玉的蛇就可以了 黃龍玉的蛇 黃龍玉的蛇 對 黃龍玉的蛇 因為蛇為什麼可以可以呢 原來蛇和雞兔之間 是一個中間印來的 是一塊海綿來的 蛇可以擋了雞的衝動 可以拿了兔子那種精靈 但是加一個比和 就不要衝動了 和是老了 你說得對 就是和是老了 所以蛇就是可以靜 可以冷的 所以帶一顆黃龍玉蛇 就化解了 就是這個意思 那熟鼠的朋友呢 熟鼠的人 都可以化解到的 熟鼠就不要把蛇 蛇咬到老鼠去 那老鼠呢 最重要的是 我們說 是找一樣東西 去調節的 就是找一隻豬 豬 大肥豬 大肥豬 因為 是不是都要黃龍玉的豬 豬 對 沒錯 又可以帶什麼呢 車渠 可以帶車渠 我不要十二生肖 我要帶個車渠 蝦腰石 手鏈 或者頸鏈都可以 老鼠 可以帶這些車渠 其他的生肖 都可以這樣帶的 如果我不喜歡帶黃龍玉 可以帶這些車渠 這個也可以化解到的 老鼠 但如果老鼠真的要化解 我帶生肖一顆就可以了 那這裡是化什麼呢 最好就是那個 豬仔 因為豬仔 在十二生肖來講 在2023年 都非常好運 所以利用豬 因為豬是熟水的 老鼠是熟水的 我不管牙音是熟水的 換句話說 兩個水鬥水 就不是鬥水冰 是比和的意思 那最後還有一個是馬 龍 是嗎 馬也是老鼠 或者羊 馬如果我選 就羊手羊好一點 羊在今年十二生肖 非常好運 利用好運的東西 降臨你身上 對馬的朋友 都有很大的幫助 到最後龍來講 帶什麼呢 原來都是豬 豬 所以肥豬仔 可以合兩個生肖 就是老鼠和龍 身子神三合匯局 那你龍呢 還可以帶一隻猴子 猴子 猴子都旺 所以屬龍的朋友 可以帶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猴子 豬 但不要帶兩樣一起 因為豬和猴子 是不適合的 你不要貪心 混合一適合一適合 如果你說這些 我都不想帶那麼噁心 帶一塊肉排在那裡 就帶一條車渠 白色的車渠 沒有分的 沒有分的 其他的師傅有些有分的 什麼左級財猴什麼什麼 我不管他 總之就帶了去 我檔災就行了 白病都沒有的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的財運就是來的 我和你看到 今年你腰骨也不能蹲下 我先收拾了才到你收拾 是不是 那是不是健康最重要 所以我做完學風水都好 首先就是健康 第一 財運是排最後的 我財運排最後的 因為你是腳踏實地的人 第一 健康 第二 家庭要和睦 第三 子女要聽話聽教 那那個 那人生就滿足了 那個財運要排最後的 你有身體健康 家庭溫暖 沒有吵架 沒有吵架 沒有加吵屋幣 家和萬事興 已經很開心 那些錢就自然來 是不是 你有錢 多多事 那些家和都不萬事興 那些錢就丟出去 沒錯 我同意師傅 好了師傅 明天就已經是第九集了 你要和大家分享些什麼內容 這個重要了 你又想人員好些 又想加人工多些 又想大家感情好些 又想老闆對我好些 那就對了 老闆對你好 就升職加人工 好 那樣樣的好些 就不要錯過了 內容豐富 明天見 對了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再和大家相見 拜拜 拜拜